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前两天 应该是前天 人比对美金对外汇的汇价出现那种混乱 现在几家媒体都有报道 纽约时报认为是误报 它有它的说法 但是它的误报的说法并没有得到Google和XE本身的回复 当然它有它的证据认为是误报 那我个人觉得非常荒谬的就是误报没问题 但误报为什么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Google跟XE不是一家小公司 不是任何香港或者深圳一家小公司 利用误报的方式有着它自己的目的 那这样大的公司 这样大的数据公司 可以这样持续长时间的 以误报的方式出现的话 什么原因 所以这是我个人以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误报就可以解释的 因为在同时间 在彭博通讯社的数据库和路透的数据库 并不是这个价格 我看到在国内微信上传到另外一个消息 说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呢 可能真正的是在试水 1994年1月1号 当时的总理朱镕基 把人民币对美金的外汇 从1比5块8 一步到位下跌到 1比8.7 朱镕基干 中国出现过 对不对 在今天的环境中 习近平王岐山 李克强已经不能完全控制 这个外汇市场 就在外汇波动的这一同一天 思慕一哥 徐翔 出庭受审 承认自己操控市场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诡异的事件 背后一定有着习近平王岐山吃不下的力量 在这个市场中与他对等 与他对立 才会出现这种场面 那有一篇报道提到说 今天中共 中国呢 在以一种非常从未有过的强硬的手段 在阻止资本外流 在阻止美金外流 所以要烂在锅里头 大家要知道 故意让人民币贬值 是阻止资金外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方式 当整个市场 作为习近平王岐山控制不了外汇市场的时候 控制不了人民币汇率的时候 他把人民币故意贬值 现在6块8毛8 一根头给他贬到8块钱 下跌15%到20% 什么意思 你今天是一个北京市民 你今天 昨天换1万美金 用6万8千8百 你今天换1万美金 要8万块钱 你的费用 在一夜之间增长了18% 20% 你一定会核算 我还换不换美金 所以人民币贬值 可能是他阻止资本流失的最后一手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实际是中共在现实环境中 遇到了巨大的问题 内部遇到了巨大的问题 根本就是一种失控的状况 这是习近平 王岐山不得不面对的 所以有人说了 什么时候把江泽民抓出来 我跟你讲 当他失控的时候 给他的这个时间 失控控制不了的时候 江泽民 曾庆红 他一定给他亮出来 亮出他们俩来 缓解整个经济层面 对他带来的冲击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显然一张就看到这种状况 当然国内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他提到很多论证论据了 他认为在12月份 人民币很可能贬到7块5到8 会不会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中共党内的斗争 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 所有外在表现问题当中的根源 日本媒体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反腐 十九大才刚开始 我相信这是日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你听起来有点别扭 这话说到底什么意思 东京时间12月6号 日本媒体叫做钻石在线吧 题为叫习近平王岐山领导的反腐斗争 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其中讲说 如果王岐山连任中纪委书记的话 那反腐斗争将不会在十九大之后告一段落 他说只要王岐山在 那今天反腐的现状一定会维持 甚至还可能会加强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就是反腐如果持续的话 将会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教育 军事 乃至所有相关的外交式领域 产生切实的影响 那全党的官员 百分之九十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中央 给提拔上去 所以他在六中全会才提出自己是习核心 对垒江核心 那只不过是对中共官员有一个巨大的威慑作用 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他的强力反腐的说法 全面反腐的说法 与全党作对 所以这是我一再跟大家讲 他今天这盘棋没下完 就是最后将军在哪不知道 最后收官在哪不知道 比如说习近平下围棋了 跟聂伟平关系不错 那这一大盘棋 他最后真正的收官 恐怕他必须要解开跟他全党的人员之间对垒的这个扣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讲的 所以这里面日本媒体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还继续对垒的话 你等于是要与整个中共中国共产党体系 形成了直接的对垒的关系 自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文章又引述了前哨杂志的消息 讲说习近平的反腐大忌 必然让王岐山留任下一届中共常委 并提到王岐山习近平迅速化解两军对垒的交作状态 从法外打虎到法治反贪的过渡 所以这是关键所在 而并不是王岐山在下一届任不任政治局常委 今天习近平的做法在弱化打散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在建立新的机构国家机构来取代政治局常委所代表的党领导一切 美国之音习近平说了打铁还需自身硬 如何整治高官的待遇 这个消息是11月30号拿出来的消息 政治局定的规定 所以当他用政治局定规定的时候 整的就是政治局 就这么回事 对吧 这就是他过来的从2015年底开始 他的操守做法 2015年12月28号到30号 三天政治局扩大会议 奠定了2016年的整个整治高官的基础 而在此之前是对个人反腐 我这嘴皮都快磨破了 那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跟你说个话 我跟大家讲他是老炮 大家听不懂 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不对 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不对 绝对对 那自身没一块硬东西 大家听懂了吗 打完了就完了 全没了 还打铁了 铁铺都没了 就这么回事 文章提到说 中共早在1979年就公布了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 后来就名存失亡了 那胡平讲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官场腐败是有个过程的 我觉得官场腐败没什么过程不过程 单官的过程就是腐败的过程 然后他提到说 江泽民上台后 更是让官员们闷声发大财 用利益收买和回馈官员的支持 就这么回事 反贪反腐的终极目标 江泽民 江泽民不出来 反贪不结束 江泽民曾庆红被挂出来 反贪结束了 为什么 没得反了 因为共产党完蛋了 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哥们还真实在 找那打铁人呢 铁铺就给拆了 公布官员财产并不是制度上的难题 而是涉及到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 没错 所以当他公布公式财产的时候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存在了 陈贵德认为 习近平对老人干政相当反感 但过去四年里 随着对手党羽的被修剪 江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所以习现在提出 整治高官待遇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和政治信号 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和观点 在他们内心中 共产党是被打倒不了的 在他们内心中 期待着正共产党希望能改革 在他们内心中 也把这件事情仅局限在 共产党党内斗争 他没能力想到 这是一种天意的变化 对吧 如果江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的话 为什么张德江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习近平连个声都吭不了 听辣了 鼓叫就不中庄进来 如果习近平 王岐山已经掌控全局了 他就不会有六中全会的一系列的做法 对整个官场的封杀 有封杀 必须有封杀的对象 打人必须打在对方身上 打不到对方身上的人 他是最失落 最笨蛋 最无奈的 我不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